這樣就可以變顏色 驚訝 這個有沒有用? 這個好像挺特別的 按著這個按鈕 就可以控制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剛剛才發現 我剛剛才發現 大家好 我是Edie 歡迎回到Live Gendering 之前我發現 有不少人開始在iPad寫手帳 而代替了實體手帳 我自己未試過做這件事 所以我很好奇 究竟用iPad寫手帳 是怎樣的呢? 和實體寫手帳 有沒有什麼分別的呢? 所以我拍了一條影片 去實測一下 究竟用iPad寫手帳 和實體寫手帳 有什麼分別 好不好用等等 通常人用iPad寫手帳 就是用GoodNotes這個軟件 有些人都會用Prograde 我自己用Prograde比較多 但我未用過GoodNotes 所以我找了我男朋友 來教我怎樣用GoodNotes 還有在整個寫手帳的過程 他都會在旁邊給予一些留言 如果你對這個題目有興趣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這個GoodNotes它主要有幾個功能 第一個就是寫字 在這裡按進去 它預設有三種的筆 分別是物水筆 原子筆和刷子 它寫出來的字有點不同 例如物水筆 它會有粗幼的 就根據你下筆時候的壓力 就是原子筆 這個粗幼度就會比較一致 第三種是刷子 這個粗幼度就會更加誇張 柔幼度可以去到很柔 大粗的可以去到很粗的 我都不知有什麼用 這個應該給別人練字用的 似是似是似 筆在這裡可以選擇顏色 本身預設了就有這一堆顏色 但是你說有自己喜歡的色碼 都可以在這裡按 然後就是螢光筆 螢光筆顧名思義就是 其實只是把這些光筆 都是可以選擇顏色的 還有可以選擇粗幼度 這個都是任何顏色的 對呀 你按進去都會有一個 custom 還有就是 例如你想加一些照片 也可以 這個就按進去 這裡就可以選擇一些 你的滑的貼物 按一下之後就 剪除了 例如我想選擇這個麵包 你就可以 原主要麵包這樣抹 按燈 這樣就可以 有個麵包出來 這個就是我上網見到 一些人會用的方法 來 儲一大堆 其他創作者做的貼物 然後他們可以瘋狂地用 即是你不用付錢買貼物 這個挺棒的 即是一個貼物 即是你可以動 放大 縮小 對呀 好像轉都可以 即是變形都可以 噢 OK 是不是很可愛 但是作為一個創作者 是不會想別人把他的東西變形的 噢 那我們按靠一差 哈哈 OK OK 那我按出來 按著這個按鈕 噢 就可以 控制 哈哈 你是不是剛剛才發現 我剛剛才發現 其實 我本來不是想說這 即是怎樣 我剛才不明白 我看不及 我剛剛發現的 這個 是怎樣做的 那按一下 按緊這個 噢 OK 就是有個小幅 噢 現在很混亂 我們開箱一遍 我們開箱一遍 先開箱一遍 你這裡那麼多做什麼 哈哈 不是 你這個應該也可以複製的 對 對 按緊 拉過來 原來可以這樣複製的 那打字呢 就按這個T字 按一下就可以打字 例如HELLO 可不可以再改 可以的 可以的 它有點像IG story 那個概念 就是你打一隻字 可以搬位 也可以再Edit 然後你圖也是可以再Edit 你畫的Brush也可以再Edit 你每一次按它 它就會彈上面 啊 剛才說到Brush可以Edit 其實這個顏色是可以的 這個的不足 我們想改顏色 我們就可以選擇它 按一下 按Color 這樣就可以變顏色 驚訝 有沒有用的 這個好像蠻特別的 好 我現在試一下 因為我要弄手帳 我應該可以 改這張紙的格式 對嗎 嗯 對了 那這個呢 有改改字 通常我們用 DOTOR PAPER 嗯 但我先看看它 原來它都有其他的 即是它有些是 計劃 就有一些 嗯 好像月曆 那樣 TODO LIST 和 Weekly Planner 都有 嗯 那我試一下轉 哦 這個不錯 這個很整齊 對 好像不錯 我想用一個橫的 月曆 OK 然後我試一下寫 寫字 哦 這個怎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沒見過這個 這裡是格仔 所以按這個 可以再眉調 哦 這個好像更適合設計人 對 因為剛才那裡不夠 OK 那我試一下在這裡寫 那我看一些人 都是會這樣加插圖 那我試一下 用我自己畫的這個 我 先加一些插圖 啊 我錯了 錯了 我覺得這個麵包的圖 好按 和這個 和這個黃黃色的底子很合 哇 加上你的貼圖好像漂亮了很多 我覺得它不錯 好啊 就算加了進去 你不會說 你第一次不改 改不對 嗯 然後你就不能再改 你可以 之後再改 都可以 嗯 挺方便的 我這麼快已經加了 又不用貼 張毛筆 而且很快就可以令到 那個介面很漂亮 就是它本身那些 其實都比較刮的 嗯 但是加了一點點 就好像漂亮很多了 剛才我這樣一按 它就會可以讓我在這裡選 那些圖片 對 我試一下 拿這些 我看到一些人 是 放在一格 對 OK 我就是看人家可以這樣 好像很方便 然後譬如我有些圖片 是想放進來的 嗯 這個 這個 就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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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圖片 就可以直接加進去 又不用曬出來 我覺得好像挺方便的 嗯 我覺得是方便的 而且如果用iCloud 那這圖片就直接 平時的照片都可以直接加進去 如果用iCloud 應該很方便 因為你平時手機的照片 就可以直接在那裡出現 嗯 那你覺得如果這樣 寫一個Digital的手像 你覺得 對你來說 麻不麻煩呢 嗯 我覺得如果好像這樣 越間 就不麻煩了 因為如果加了一照片 寫幾句 那就很快可以完成到整件事 嗯 還有那些照片可以直接在iPad 或者手機 掛進去 嗯 就是平時的生物會怎樣 嗯 那相比起 你說要曬照片 然後又要想一下 用什麼貼紙貼進去本寶 然後又要選擇顏色的筆 那就 這個就方便很多 好啊 我想我要再試一下 才可以再做一個 Roundup 嗯 好 那我試了一輪之後 我覺得呢 我都整理了一些Points 可以 Roundup一下 我覺得呢 用電子手像 用iPad去寫手像的一些 Pro and Cons 那你都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首先第一件事 先說一下它的好處 那它的好處 第一件事一定是那個方便 因為呢 你可以很輕便 你不需要去拿著一大堆的文具 如果你是未開始寫手像的話 你都不需要考慮 我這一刻呢 要買什麼的手像文具 那你所有的裝飾 都可以在那個iPad裡面 用Soft Copy去處理 如果我想出街寫手像的話 有時候我就要想 我要戴什麼的裝飾用品 不同顏色的筆 紙膠帶都說可以用分裝 但印章那些就不用想的 所以呢 其實 在便攜度來說 它真的是完整的 另外呢 你都不需要去特意去曬照 你都可以把你日常生活的一些畫面 去到 Capture低 那這個也是非常方便的 另外呢 它可以大大減低 畫Bullet Journal的頁面 那個的時間 因為譬如 我們畫Bullet Journal 每個星期 每個月都要自己畫 這個真的挺不方便的 但是呢 如果用iPad的話 你可以預先做好一些Template 那你每一次用的時候 你只不過是Add一個頁面 這個就會大大減低了Bullet Journal的困難 亦都可以保留那個自主性 就是你可以自己選擇適合你的頁面 第二樣東西我想說的 就是關於寫手帳的功用 因為我為什麼這麼推薦大家去寫手帳 其中一個就是可以幫助我們 整理我們自己的情緒 我一直都是很推行 就是實體寫手帳 一個給自己的時間 為什麼我一直都沒有用一些 Canendar的App去代替寫手帳 其中一個就是因為 當你寫字的時候 你會幫助你去整理你那天發生的事 你那天的情緒 但是我覺得用iPad 跟傳統的一些電子手帳的不同 就是你真的要拿著一支Pencil去寫 這個其實也是可以幫助我們去整理的 而且因為字體和你的字型大小 其實都會反映了你的心情 如果那天很生氣的話 可能會寫到一些字很大 但是這些都是打字做不到的 所以用iPad的手帳 其實都還可以保留到這個方面的一些特性 我覺得也是挺好的 另外就是對於有些人 他覺得自己的字很醜 你就會覺得很開心 因為如果你用iPad的話 有一些標題的字 你可以用一些圖片 或者預先做好的Stickers去處理 就算你寫錯了也好 你也可以很輕易地刷掉它再寫 所以對於覺得自己很醜 覺得自己的字很醜 同時又想去開始寫手帳的人 這是一個好消息 接著就說一下他一些沒有那麼好的地方 本來iPad這件事 都不是很便宜的產品 我本來用的已經是一個最便宜 可以支援Apple Pencil的iPad版本 大概就是三千元左右 加上Pencil就三千多四千元 如果這個價錢 如果以一個文具的角度 你也可以買到很多本手帳 和很多文具 當然iPad的功能 不只是用來寫Journal 但如果你是因為想寫電子手帳 而去特意去買一個iPad 你就要考慮是不是真的值得 第二件事就是關於書寫的感受 我自己覺得用iPad寫手帳 的確是很容易平衡到色彩 亦有很多貼紙可以使用 基本上基本上很容易寫得漂亮 但始終沒有那麼有質感 質感的意思就是摸上去的感覺 你寫上去把紙有紙的感覺 而且你也做不到有層次的拼貼 譬如是那種用很多不同類型的紙材 去拼貼的畫面 比較復古風的感覺 可能就比較難做到 第三件事我想說 其實我覺得寫手帳 除了寫的那一刻和成果的頁面 尾觀之外 還有一件事就是 去選購適合你的文具和手帳 其實這個選購的過程都是很開心的 我每一年都很期待 去到年尾或者暑假的時間 我可以再選一本新的手帳 我可以重新去看看 今年出了什麼新手帳 我是不是可以考慮轉換 每年都很期待這個時候 當你買了一本新的手帳 都會很有新鮮感 而且當你完成了一本手帳 都會很有感覺 你會覺得這本書寫滿了 但我自己就覺得 用iPad的話 就比較難做到這一種感覺 而且你就算寫多少年都好 你也是在SoftCopy那裡 所以在這個購買文具的樂趣 還有你完成了一些收集的部分 它就差一點了 整體來說 我自己也覺得 如果你一直以來 方便對於你來說是很重要的話 我是極力推薦你試試用iPad去寫手帳 因為的而且確 我們現在面對的環境 實在太多會令我們 情緒受困擾的事情發生 而且我也覺得 每一天花一點時間 去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 去記錄下一些我們想寫下的東西 有時候真的 可能拿起手 找些東西記錄下 就已經很好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很重視這個方便 或者方便經常都會令你困擾寫不到手帳的話 那你絕對可以試試用電子手帳這個方法 但如果你本身已經是很多文具 你也有很多的紙膠帶 印章 本身已經存起了很多的紙材 那我會覺得 你能夠花到那些時間去慢慢拼貼 令你出有質感的手帳 那你仍然可以保持自己本身的 寫手帳的風格 大致上就是這樣 去試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都自己弄了一些 寫字幕 我都會放在下面 你們可以隨意去下載 歡迎你們分享給朋友 如果你有朋友 你覺得他很需要去寫手帳的話 那你也可以分享這條影片給他看 告訴他他 他可以很簡單 用iPad就可以去寫手帳 其實我相信現在這個年代很多人都有iPad 另外我接下來都會有些新的更新 我希望可以盡量做到每個星期一條影片 會在星期六的下午1點發布 如果你還沒訂閱這個頻道 記得訂閱 按旁邊的小鈴鐺 一出片的時候 你就會收到通知 另外我也會拍一條影片 去說我怎樣做iPad用的Template 如果你有興趣就記得留意著 接下來我也會拍一些影片 去說一下關於 怎樣可以用一些簡單的App 去記錄下我們的心情 以至我們 無論是寫Bullet Journal的時候 可以更加好地去記錄 又或者是幫助自己去發現自己的心情 如果你對於這些題目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追蹤我 另外我也有一個Instagram 你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都會貼一些我自己的畫 我的手帳 和我的相片 我們繼續留意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